A.F.I. 美国电影学院 现在我是开去A.F.I. 美国电影学院 您快到了 今天去做rehearsal 是一个在下 我看看 是下周对 下周拍的 下下周 下周的下周 开始拍的一个 他的毕业作品 我要演一个教练 一个比较新的角色 所以对我来说 我蛮喜欢的去挑战一些不同的角色 然后我也因此很重视 这次表演 这次拍摄 所以的话我就同意他们做两次的rehearsal 我要跑两天到他们学校去做这个排练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 因为排练的越多的话 那拍摄的时候就越顺利 越有可能 那如果是前期排练不够的话 那可能在现场就会花更多时间 那你知道现场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 所以也不允许出现过多的超时和失误的 所以就是rehearsal是很重要 我也非常希望通过rehearsal把这个角色演得更好 快到了 你看这一块的话旁边是那个天文台吧 然后前面那个房子那个老房子好像就是afi 这环境还挺好的 然后在校园里面经常能够看到路 成群的路 一家子路 两个三个这样 对 这个楼是他们学校 OK我们要拐个弯 我们右拐一下就到了 就从这里右拐看看 右拐 进去了 哇 野花 那今年野花特别多 因为雨下的多 比平时 看来今天这是有拍摄的 看这个标志 有路 啊 不是这栋楼 这栋是华纳楼 呃 还要往上 这个上去 我上 我在上面停过车 我上去 就好了 这栋楼 我上去 天文 我上去 这栋楼 下栋楼 你不见得到 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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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导演还挺用功的 然后还请了一个专门来做这个表演的指导 那其实我觉得 怎么说呢 学生片来说还挺少的吧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放松啊 冥想啊 这些的游戏 然后就是做了一些游戏 包括一些别的方面的游戏 这样 然后才开始聊一下 这个对人物对每个角色的一个理解 然后再接着就是每一场戏来去过一下 我觉得 我学到挺多东西 也体会到不少 就是我觉得 我相信这个片子 也会是让我进一步 然后这个片也值得期待 就是 所以说大家都在用心嘛 这样的话肯定就结果会不一样 会更好 然后 有几位同学 一个啥 就是Jack演我的这个 就是主角 组角Jack的话 是我之前合作过的一位演员 然后另外一个演员也是认识的 还有演他妈妈的也是我们之前演Maps 还有之前的有一个戏里面 我跟他有演过 所以有好几个是老朋友在重新又在同一个剧组 挺开心的 而且他们还继续 我跟这个Jack 前半部分是我个人的 然后后半部分是跟Jack的那个rehearsal 然后他现在还要继续待着就做进一步的rehearsal 然后明天他们还要再去那个运动场 去做一些blocking 包括训练方面的东西 然后星期一我们还会再做一次 就是那个rehearsal 就跟别的一些演员 对 所以的话 特别 嗯 应该是准备比较充足 我相信会到时候会出来会挺好的 真的期待 对 and 不 我 谢谢观看